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童美权歌舞员那里 妙峰打架趁拳 主要是真的就那么几个人 其中歌舞员是网友们最期待的一站 歌舞员老师是极力量和抗击打能力全满点的男人 认识他一下直接从镜子画面 屋中失串已久的棉花掌 也让他练成了九成功率以上 沾上 烫就杀进去 用他的话说 只要被沾上 轻则也得八成皮 想跑都难 你看着跟没有似的 你沾上就啪 就杀进去 他打人只敢用五成功率 就已经让人很难承受了 不少大咖来了以后 刚开始是演的 后面都是韩雷硬扛 我有话 这是大错 我看了 想到同大师就换了 有很多人还在说 我会被歌舞员一招就给打死或者打残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这些网友认为他很能打 我再说一句 你们没有看见过他打过一场搏击比赛 也没有看见他实战过 就认为他很能打 难道就是因为他戳了一个红牛 劈了一个扳手 或拍了几块砖吗 我再说一句 一切不能实战的功夫都是花群秀腿跟杂技表演 走戳红牛 妙峰已经专门道歉 现在的他明显是嘴不服 吸更不服 他的和韩雷标志就是 必须上那台一跤高地 江峰认为 劈砖头 戳红牛 打斑手 这些只能算是一个单向的绝活 就是一个表演 跟实战没有任何关系 不得不说歌舞员的编铁厉害得很 只要轻轻一碰 直接就起不来了 你就往这踢 我动一下 说我是松的 我轻轻弄了一会儿 魔鬼 刚刚 给他 一放 然后 演的吧 我靠 我跟你说真不是演的 我跟你说兄弟们 因为我只是轻轻地往上一放 就是你知道他这个腿的力就是 就跟那种垂头一样砸上去 妙峰确认为 这都是表演 打徒弟 这么厉害 比如说这一腿 大家请看 看着威力这么大 我再说一句 这是配合表演的 就跟拍电影一样 妙峰大家必须要拿出点诚意了 直接放出黑话 我会登门拜访 然后我也拿着这个把 让他踢尸腿吧 尸腿之内 只要他能给我踢这样踢飞起来 我自己拿出一万 奖励给他 然后我会当着全网的面 向他道姓 怎么样 出大家都五十万 变成了现在的一万 悬数有点大 妙峰的鞭腿也很厉害 两人谁共生一重呢 让我们事目以待 各位大佬 对于这件事怎么看呢 欢迎评论区量讨论 谢谢我们下期见